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疫情 疫情呢,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疫情的情况 第二部分呢,就是台湾疫情的情况 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呢,对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 发表的他的看法,我觉得我挺有看法的 我对他的看法挺有看法的,我来说一说 首先就说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啊 星期一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本土感染病例呢 过了300例 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直都是300以下 但是呢,星期一又过了300例 一共是349例 那上海呢,就234例 北京呢,有61例 河南有25例 其他的呢,都是比较少的 那其中呢,还有6个死亡 都是上海的 这是星期一的情况 星期二是什么情况呢 星期二又下降了 下降到了302例 我估计呢,星期一的时候 上海就是我说的那个小区 一下子就减出了11个阳性 那星期二的时候,这不就降下来了吗 本土就变成了302 比星期一呢,就少了47个 星期二这302个里头呢 其中上海是228个 然后北京呢,是24个 河南是22个 星期二的时候,一共又出现了7个死亡的 都是上海的,最近这些死亡呢 就都是上海的 因为就是上海就是感染的太多了呀 按照比例,这里面就会出现这个死亡的 那就是在上海 关于这个清零啊,咱们一会儿再说吧 一会儿说到谭德赛 他呢,高见的时候咱们再说啊 那上海的这种情况呢 说实在已经是非常说明问题了 根本就不用和国外进行对比 就和国内其他的省份进行对比啊 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那上个礼拜北京开始有病例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刘欣 在微博里面,我的天哪 我就感觉好像他特别兴奋似的 就那么的一种感觉啊 贴出来了几张超市里面货架都空了的那种图片 说现在是不是轮到北京了啊 给他兴奋的不行 特别不喜欢那个刘欣反正 结果北京很让有些人失望啊 很让那些恨国党失望啊 北京这个疫情呢,并没有飙升上去 而是呢,完全控制住了 那关于上海呢,有一些人说 没有饭吃啊,饿死了呀,什么的 政府完全不管啊 我看的越多呀,我就越觉得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就是看台湾的新党的那个女孩啊 那女孩她就是在上海 就赶上了上海的疫情 说每天给他们发的那吃的呀 这女孩啊,可能也是减肥 都吃不了 剩下的那鸡呀,鱼呀,都剩很多 给他们发的那营养也非常的均衡 肉啊,蛋啊,奶啊,菜啊,水果啊 什么都有的 我们还记得武汉那会儿吗 武汉那会儿就是啊 对吧,给他们供应的都很好啊 跟他们照顾的都很好啊 到了上海的时候呢 只能是比武汉那会儿更好 不会比那个更差呀 对吧,有些上海人呢 就是特别的矫情 有些上海人 那他们呢,确实是很矫情 我最近呢,我又看了一些这个视频 就是呢,有一段时间啊 有人家山东的菜农来送菜的时候 联系谁,谁都往外推 给人家山东的菜农都召集的养名 那我就来了,都没有任何人来接待我 然后呢,说还有东北的菜农吧 也来送菜 东北的菜农送的菜完了以后呢 就发现啊,他这些菜分完了以后啊 有很多的菜全都扔掉了 就有人在现场是上海人呢 上海人自己拍的啊 上海人就拍,说你看看 他们就在分这个菜的时候呢 看着呢,糟紧的 有西红柿啊 还有那些绿越菜啊 还有水果啊,什么的 都扔的,哪哪都是 就糟紧了很多 我昨天又看到有人发 说是一个居委会发的声明 说呀,这些菜 因为从东北大老远的运到上海 难免这里面的菜呢 有些就坏了 说我们也不能把坏的的菜 就分给居民啊 所以呢,我们付出了很多劳动 就把这些烂菜给它分解出来啊 就被有些人造谣 说是我们浪费 说这个居委会呢 还特意来辟谣 但是呢,之前我也看过 那个说浪费的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里头 能看出来有些菜挺好的呀 有些菜真的是挺好的 说实在的,那些菜呀 有的人啊,特别会过哈 就有些老爷爷老奶奶什么的 就我年轻的时候啊 就看到有些老爷爷老奶奶什么的 特别会过 他就会去那个找事啊 要结束的时候 他就去啊 就去搓堆 有的时候呢,是人家到最后呢 就特别便宜 你搓堆 给点钱你就拿走 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免费拿走 就是上海这个视频里头啊 说他们浪费的视频里头啊 我看那些菜 比他们搓堆的那些都强 所以说呢 有些上海人真的是挺矫情的 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白来的呀 不知道珍惜 人家东北人大老远的给你送来 对吧 那这些人呢 就不知道珍惜 既然是居委会出来辟谣 那就是说呢 那些菜都是居委会扔的 就是居委会啊 在分给大家的时候呢 他分检的时候 就把很多挺好的菜就扔掉了 你说讨厌不讨厌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 就看到呢 活梦乱跳的那个鱼啊 他们分检的人员 就把那鱼 帮鸡帮鸡的就往地上扔 给他摔死 为什么要这样呢 说是定的是冷鲜鱼 结果送来的是呢 活鱼 所以得把他们摔死 你说矫情不矫情啊 到底是活鱼好啊 还是冷鲜鱼好 对不对 真的是有些上海人啊 你们太矫情了 会让人很烦的 我也不好说 这些人是个别的呢 还是一个普遍现象 反正这样的上海人呢 会带坏整个上海人 这个群体的形象的 如果你身边有矫情的上海人呢 你最好是给他一点正面的影响 告诉他 这样的人都给上海人整体形象 带来污点了 让人家都烦了 好 这是中国大陆的疫情的情况 那台湾呢 今天就成了全球第一了 我昨天的时候呢 还跟大家说哈 台湾连续两天四万多 我还说今天呢 它很有可能会突破五万了 甚至呢突破六万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今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啊 咱们星期三的时候说的就是星期二的数 星期二台湾是七万五千多 七万五千多啊 将近八万了呀 这已经是在星期二的时候 全球确诊率最高的 那台湾会不会超过韩国 韩国最高的时候达到六十五万对吧 台湾会不会超过韩国呢 答案是不会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对台湾有信心吗 不是 因为台湾他们不检测 他们检测的总数都不会到六十五万 他怎么会出现确诊的数超过六十五万呢 不会 他们检测的数呢 有可能也就是十万一里 他们也有一个数我忘了啊 赵小康他们也说了那个数我忘了 就是说呢 现在呀 有很多的黑数其实 因为这个奥密克隆呢 现在他的重症率不高 死亡率呢更不高 尤其是年轻人 基本上没有死亡的 所以大家都不怕了 有些人有了症状以后呢 他就不去检测 台湾现在呢 就是黑数有很多 虽然说公布的星期二确诊数是七万五千多 但是实际上他的确诊数啊 有可能是他的十倍都不止 你就没法说了 因为不检测 将来也不会更高 因为也不检测那么多 那么台湾现在呢 已经出现了死亡 刚才我们说 上海死了七个人 台湾死了八个人 台湾死了八个人 台湾这个死亡出现 好像比上海要早啊 上海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死亡 到后来才有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上海有好多人很矫情啊 台湾也有好多人很矫情啊 现在那些医护人员 还有一些空勤人员 他们都出来游行抗议 这些医护人员抗议什么呢 就抗议他的工作量太大了 说一个护士对二十个病床 对二十个病人 说他要累死了 说如果因为这事而死了的话 值得吗 听起来好像他的诉求也是合理的 可是你能因为现在这个病人多 你就累死了吗 是不是 那医院里面那病床 设置那病床 不就准备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这病床会满吗 你怎么就累死了呢 对吧 矫情不矫情 非常的矫情 还有呢 我前两天就说哈 台湾的民众还行 台湾的民众不像上海的民众那么矫情 台湾的民众就跟中国大陆其他省份的民众一样 比较配合 我说呢 台湾比较配合呢 是得益于他们政府的这个高罚款 罚款的数额特别高的这种政策 那有的网友就有意见了 有的网友说 你说那个台湾人遵守纪律 台湾防疫好 台湾哪里防疫好了 哎 我就说 我说呀 台湾人啊 他听话 没有像上海人那么矫情 但是我也没说他抗疫效果好啊 我哪说那话了 是不是 你这个疫情要控制的好 光老百姓配合还不行 老百姓配合呢 就是说你这政策得到位啊 你这政策本来他就不到位 老百姓配合 那能有用吗 这个东西呢 你要想说确诊的人数少 住院人数少 重症人数少 死亡人数少 必须得像中国大陆的这种清零的政策 必须得这样 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行啊 像台湾现在对吧 病床全又都满了 你医护人员就出来抗疫 这医护人员要是抗疫 罢工的话 那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就更少了呀 如果医护人员少了 是不是需要救治的那些人就得不到救治啊 是不是 加拿大大海车那会抗疫 就不想打这疫苗 然后加拿大的总理呢 就出来说求求你们了 去打疫苗吧 因为你打疫苗呢 会减少那些重症 你要不打疫苗 你出现重症 你到医院里面去 你要不要站着病床 你那么不打疫苗 你出现症状 医院治给你治 还是不给你治 能因为你不打疫苗 就不给你治吗 也不能啊 也得收你啊 也得让你到那个病床上去躺着呀 到时候你舔着个脸 在那床上躺着 也不能把你扔出去啊 那不能把你扔出去 那病床都站着呢 其他的如果是生病的话 不就住不进来了吗 你说耽误事不耽误事呢 对不对 有的时候甚至都影响那个 比如说生孩子那样的 都会影响啊 所以有些那个矫情的人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讨厌 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那个 让我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治疗这个新冠的 没有什么特效药 现在也没有特效药 就算是美国的那个药呢 现在进口到中国啊 中国还给他纳入了医保 那么老贵 好几千块钱 我也不知道 好几千块钱买多少 一粒啊 还是说一个疗程啊 还是什么 贵的要命 纳入医保 中国那种太贵的药 不应该纳入医保 如果说那是救命的药 然后又没有替代品的话 那还可以啊 那玩意再说也没有用啊 它要有用的话 美国能有那么多人死吗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对不对 好 中国呢 在这个疫情当中 就出来一个明星中药 就是莲花清温 对吧 现在台湾呢 也出来一个明星中药方 这个中药方呢 它叫清冠一号 这个清冠一号呢 它就是一个中药方啊 中药方里面呢 它是写的 比如说莲花一克 车前子两克 我就打个比方啊 我看了一下 它那个药方里面 好像一共是八种药吧 八种草药 然后你就拿这个药方呢 就到中药店里面 去买这些草药 回家自己熬去 就是一个清冠一号 现在说是呢 这个清冠一号在台湾呢 黑市已经炒到了五千块钱 我也不知道 五千块钱 以什么呀 炒到了五千块钱 应该是五千新台币吧 贵得要命 有的人说呢 就连这个类清冠一号呢 现在都供不应求 都缺货 我不知道缺货什么意思 不是八位药吗 其中的一位缺货吗 还是都缺货啊 还是怎么样 反正是类清冠一号都缺货 现在有人呼吁说呢 说把类清冠一号 也纳入到医保里面 陈时中说 不存在类清冠一号 这个药方说是 中国人有很多 还是很认这个中药的 在加拿大啊 你要是去华人的商场的话 你一进去哈 有两种味儿 你就能闻到 一种就是中国人 烤面包的那味儿 特别香 另外一种就是中草药味儿 有好多这个中草药店 在加拿大啊 我估计在美国 欧洲可能也一样 在加拿大呢 这个中草药店呀 比在中国还要多呢 这可能是让台湾人和香港人带起来的 我就发现香港人和台湾人比大陆人更认这个中草药 在中国大陆你基本上好像是没有 你去开个药方 拿药方去抓那个中草药 然后回家熬 现在好像是基本没有了吧 但是在台湾和香港还有很多 好 这事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完了以后呢 就说一下 我非常有看法的就是谭德赛的这个看法 今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有记者就问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昨天在记者会上 对中国境内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提出了一些看法 世卫专家还强调 防疫要平衡经济和社会运行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赵立坚是如何回复这件事的 赵立坚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因时因事不断的调整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 中国的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是追求零感染 而是要以最低的社会成本 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 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使14亿多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得到有利的保障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年1月天津出现疫情时 采样过千万仅用14.5个小时 而且风控区域精准到了商户单元 中国绝大多数的地区 绝大多数的民众生产生活都正常 中国全国感染率和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的水平 说到这我插一句 我就不明白那些批评中国抗疫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中国的确诊数和死亡数都是全世界最低的 而且太低太低了 远远低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不对 谁有资格来指责中国呀 没有人 然后赵立坚说 柳叶刀杂志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称 新冠大流行期间 全球超额死亡估计达1820万人 超额死亡率为每10万人120人 美国超额死亡率每10万人179人 而中国呢 中国什么情况 中国超额死亡率仅为每10万人0.6人 你说相差多少吧 正是得益于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今年3月以来 中国疫情防控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 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中国政府的防控方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中国是世界上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这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看到有报道说 根据中国美国科学家的新模型 如果中国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将可能导致150多万人死于新冠疫情 同时 作为人口大国 中国如何放松疫情防控 必将导致大量的老年人死亡 插一句啊 就是西方这些国家 这些政客啊 真的很黑心 放任老年人死亡 我认为就是非常的黑心 不缺德吗 不伤天害理吗 不怕得到报应吗 是不是 我记得疫情初期的时候 意大利啊 他那个病房不够 然后他就说 紧着年轻人放弃老年人 当时这事呢 因为我还在中国呀 我周围的老年人都非常伤心 都很伤心 意大利吧 那可能是没有办法 但是你要有意放弃老年人 太黑心 太缺德了 会遭报应的 然后我们再看赵立金说 中国的动态清零总方针 有效保护了老年人 和有基础疾病的弱势人群 中国的防控政策 同一些国家奉行的 所谓群体免疫 自然免疫的躺平政策 有着明显的区别 近日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书主任 对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予以肯定 他说中国的防疫政策 坚持动态更新 疫情防控手册不断改版 居民检测 隔离方式也因事调整 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最后 我想强调 中国政府从自身国情出发 制定并实施动态清零的政策 因时因事不断的对防控措施进行调整 宗旨只有一个 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生命的健康 同时以良好的防控成效 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中国完全有基础 有条件 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 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为全球团结抗疫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立坚的这个回应呢 我完全同意 那我就是想说一下了 就是这个世卫总干事谭德赛 他的这个观点 赵立坚呢 他作为一个国家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可能不好意思说吧 那我就是想说了哈 你看谭德赛说的 说清零的这个政策呢 还应该强调要平衡经济和社会运行 我认为这就不应该是世卫组织 总干事说出来的话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来说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任何的官员来说 你所应该考虑的就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怎么样能够消除防止这个疾病 怎么样最大限度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这个最大限度呢 就是从医疗的技术条件 所有的这一方面 而不应该去考虑什么经济效果 不应该考虑经济效益 对吧 怎么能考虑经济效益呢 还考虑社会运行 这是什么意思 受运行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有什么条件 有几个病床 然后就受几个 其他都不管了 是吗 哪能啊 不能 你不能去考虑经济 你不能去考虑经济效益 对不对 就好像那个医生似的 医院 他得考虑他的经济效益 能这样吗 医院就是得尽最大努力的救人 救人 而不是像台湾的医护人员说的 说是一个医护对二十个病人 如果我因此而死了的话 值得吗 你不会死了呀 你现在就是考虑说 哎呀 我一个人伺候这二十个人 如果我死了 他不值得 所以我现在放弃 哪能这样啊 是不是 说实在的 你也可以辞职 这个地球啊 离了谁也照样转 你就辞职 以后像这样的人 他就不符合作为一个医护人员 所应该有的这个道德标准 作为医护人员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 而不应该考虑什么经济效益 谭德赛你作为一个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你怎么可以来对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 来指手画脚 干什么说 你还应该考虑经济效益呢 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谭德赛 这谭德赛我从一开始就对他有意见 一开始的时候武汉的那个 到底会不会人传人 中国没有确理人传人的时候 他也没有确理人传人 当中国确理了人传人了 他也跟着说确理了人传人 但是我第一次对他有意见呢 就是当他说全世界的时候 他说中国确理了人传人 全世界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 这都是一样的病 怎么在中国人传人 在外面就不人传人了 这是我第一次对谭德赛有看法 就是那时候 这叫什么话呀 同样的病啊 你怎么能说在中国就人传人 走出中国就不人传人了呢 好我这个视频就给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小明星期间